净空法师之家庭教育专辑 在亲爱 一定要别离 天台智者大师说 临终在定之心 即净土受生之心也 这两句话很重要 他是再来人 他是往生净土 我们净土圣贤路 里面有他 往生转 里头也有他 生离死别 没有人能避免 所以临终心定这种功夫 平常要培养 平常要是不培养 我们的心定不下来 灵命中时怎么能定下来 再给诸位说 平常定容易 灵终定难 为什么 生离死别 你能不动心吗 你能真的没有一丝毫牵挂吗 必须真不动心 真的没有牵挂 这个心才定得下来 佛家讲的爱别离苦 这个事实真相我们并不难懂 你只要观察世间人 生离死别 你去体会那种心情 你就了解 在亲爱 夫妻 父子 朋友 一定要别离 现在你怎么样 爱护他也没用处 到生离死别的时候 谁也没有办法照顾谁 佛教我们放下 所以你能放下 真正是圆满 放不下 那是严重的错误 放下就少带业了 个人所造的业不一样 个人在六道里头随业受报 在六道里头轮回 死了以后 不晓得到哪一道去了 生离死别 哭泣没用 后悔也来不及 六道确实是不究竟的 生生死死 死死生生 所以真正能够永远在一起的 只有一个方法 念佛求生净土 好 中文字幕——YK